哈喽,大家好,我是钟等风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战神的视角讲迹 比如是哈肯后院 两张视角吧 开GD先跟队友上二楼 窗口有人没有看到吗 好,前面的人看到了 但一个没看到一样 两个人直接被双杀了 剩下个队友1v5 被举死了 这把说了就没办法了 虽然就对枪法和站位问题 有人上来自己一枪没中 然后他和他队友还站一条线上 虽然不站一条线上也必死 因为窗口还有人 两张第二回合吧 这把接近一包 给出来了个手雷 如果这里就是把射引爆 就是绝傻 卧槽,什么玩意儿 星际玩家吗 啊 这不是这样零化二的吗 开局五打三了 五打二了 这把赢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闹一闹头吧 连行动也可 这把打法跟上把一样 还是第一时间剪一包 来车库 炸死了一个 好家伙,自己还戴了防暴衣 卧槽,又炸了一个 血爱锁入了 这什么手炮战神 现在又五打一了 包快要炸了 就扔在脸上 打三都没死 现在死了 这波他车里被仿杀了 不过急着被仿杀了 问题也不大 也没有时间拆包了 来到上场的队一把 这局打法还是没变 是连道具都没变 手炮描一下 不过看得出来 队面应该是没有人敢过来 跟他对定了 啊,这一包是什么意思 而且手炮都开一炮了 不说明换个蛋吗 这怎么还死了个小丑 不对这队友吧 脸上有人 是一把鸡 神的把手炮现在换荡 安全的地方不换到 他脸上换荡是吧 但他好像跑掉了 牛逼 这就是手炮的魅力吗 他好像一共杀了五个人 有三个人是用手炮杀的 这,看得出来 打炮经验还是很足的 看到了就能在窗口 想绕一圈打这人吗 掏烟 风吹 我扫在脸上 啊,手炮两炮打完了 怎么还只能用手炮打呀 不是 对不起 他在打炮经验可能还不是很足 甚至有残局EV1 什么鬼 一炮给你M炸死 别骂人呀 这些讲道理 骂玩家还不如骂官方的 骂玩家要有个锤子用 官方最爱搞的事情就是转移矛盾 自己放的时候反正结果都是由玩家承担 就让玩家之间互喷 像什么手喷 手炮 QX2 NA45 哦,还有最近说的什么G 我说说话这种变态的东西 真的就是官方一拍脑门就整出来的 他们可能对自己做的游戏都不了解 包括最近不是有什么亚洲狙击比赛吗 那个规则里竟然可以用手枪就离谱 狙击比赛为什么规则可以用手枪啊 也不帮一点手枪 然后有的职业人员就因为固定用手枪被喷炒了 反正官方搞得傻逼操作的结果都是由玩家承担 我以前打这游戏职业的时候 有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比赛场馆里有官方人员去机室 我要处理事情嘛就推开门 好家伙,那个里面全是在打王者荣耀的 就没有一个说完使命召唤的 但是在楼上专门看比赛的玻璃房 外面的大萤幕上就是使命召唤所的比赛 不往使命召唤看一看也行吧 而这个里面全是在打王者荣耀 搞出各种离谱操作都很正常了 这游戏的圈子很乱 其实大部分的原因真的就是官方 它能频繁地搞出各种离谱操作 每周一个小节奏 每月一个大节奏 然后这些迷之操作的结果 就是玩家与玩家间加上互喷 久而久之 这个圈子就会变得非常浮躁 就什么事都能吵起来 互喷这属于是CODM的保留节目了 枪械不隐恒 模式不隐恒 锡面不隐恒 等等等等 反正中包的全是由玩家来承担 官方出的东西 奇怪啊 他妈抓迪述说太多了 算了总结吧 今天最喜欢用重要不能打分 时间问题你们就直接打分吧 OK 那再来说来我的评价 今天最终的枪法 可以给到这能提档的水平 跟枪问题比较大 定位的话稍微好一点点 再来说来他意识 他的意识可以给到提到提档的水平 有意识 但不多 就这个二楼进步 我觉得你没看懂 为什么要进步一会儿跑一下 进步一会儿跑一下 要进步就全能进步 要跑就全能跑嘛 还玩寸指的是吧 行吧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